别担心 有我这么一个湿奶茶手出马 什么事都搞得定 少说大话了 第一次来我家说要帮忙杀鸡 结果把鸡都给弄掉了 你忘了呀 我跟你说 你妈的有的事吧 就是因为我 到时候我就站着 打不还狗 骂不还手 王姐 王姐 这是干嘛去啊 王姐 买菜 你这身体刚好就往外走 再累倒了怎么办 这要是新宇在的话 能让你吗 她都走了不回来了 我呀现在是无儿无女 无牵挂 捣捣个清酒 王姐 新宇很孝顺的 肯定会回来的啊 她都走了这么多日子了 也没一点消息 我呀 就当没这个女儿了 我妈这么说 是想不认我 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吗 我肚子饿了 去吃点东西吧 怎么了 欣语 我也不好吃吗 不是 我吃不下 我吃不下 那我们等一下 要不 要不我们放后去散个步吧 去边上的公园怎么样 好啊 那之后呢 散完步之后干嘛 我们去看电影 再吃点东西 还是直接回茶园 我们去看电影 知道我不应该逃避 可是刚才在家门口你也听见了 我 我妈她 你 信鸣 在我心里 你是那个无论遇到多少困难 都会再起来的杜心人 我们一起加油 有我陪着你 有我陪着你 怎么了 我妈把门反锁了 她果然很生我的气 都不想让我进家门 阿姨 信你回来了 开一下门好吗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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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你在吗 阿姨 信你过来看你了 你在吗 你们走吧 妈 妈 妈 对不起 我很担心你 你让我见你一面好不好 妈 我面对你这个女儿 妈 对不起我错了 你让我进去给你认错 你开门呢 让我进去给你当面道歉好不好 你开门呢 妈 妈 他还要你帮你交给你啊 他人呢 怎么了 西渔 你怎么了 西渔 西渔 西渔醒醒啊 西渔 西渔 西渔醒醒啊 西渔 哇 刚好 ケ 阿姨 你们这是干什么 妈 你原谅我吧 阿姨 这都是我的错 不关心愚的事情 你不要说了 杜心愚 你为了这个唐正昊 你这什么事情 都做得出来是吧 你 不但把我的话 当耳旁风 你还编出这种 这种苦肉计来骗我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妈 对不起 你够了 你自己想清楚 你是选择这个家 还是选择这个唐正昊 你要选了他 你从此 就别进这个家门了 妈 妈 你开门哪 你别这样 妈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开门让我进去啊 妈 杏羽啊 小时候你是那么听话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你 真是比大不中流了 杏羽 你干什么 你赶紧起来啊 如果今天我妈不让我进家门 我就不起来了 好 那我陪你 正昊 你先走吧 你在这里只会让我妈更加生气 我没事的 你先离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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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都两个小时了 万万一点生意都没有 难道是走了 这孩子 怎么比我还倔 这孩子 那起来吧 欣云 小心 小心 来 来 来 妈扶你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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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心 进来 欣云 接下来换我为你战斗 来 来 妈看看 来 这傻孩子 疼吗 谢谢 妈 妈 来 你要是想说服我 就别说了啊 我是想说 与其我们两家人相互责怪 不如我去把爸爸找回来 只要他能够和唐家的人当面对质 一切都会水漏石出的 那件事明明就是唐家人 他们爸爸事情曝光了 丢脸 所以才把那屎盆子 扣在你爸身上的 你爸充其量就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倒霉鬼 你说你找到他有什么用啊 妈 你和我爸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我爸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妈 你是因为太爱爸爸了 所以才会生他的气 小孩子懂什么呀 其实 这次我去把正好找回来 也是因为 我不想再面对心爱的人 离我而去了 也是找到正好之后我才想到 当初爸爸会不告而别 很有可能也是因为 怕我们受到伤害 所以他才会选择逃避的 那件事上 我从来就不认为是你爸的错 妈 你放心 我一定有办法把爸爸找回来 太疼吗 太疼了了 以后不许这样了啊 嗯